10月8日,对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天。 他当天下午三时在教授中西文化课的过程中,谈到我已作为中国人自豪时,部分台下的学生开始响起不满的嘘声。 突然,教室外又冲进来一群,戴着黑口罩,不明来历的人骂他。他遭唯独恐吓五个小时,无法脱身。 陈伟强说,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之前曾发表过建议严惩暴力示威者的言论,一些学生在网上发起整他的行动。 回想那场经历,陈伟强仍旧鼻头一酸,几乎要落泪。 他当时被迫取消课程,被要求收回观点及道歉,被激光灯照射眼睛及下体。 他的身体和心灵承受着双重痛苦,惶恐,害怕,担心,一直阴绕着他。 那些同学用雷射笔射我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是痛,痛了。 后期我又转转看着窗戴,有些学生觉得我看着窗戴,好像不跟他对话,就走过来,我亦都害怕的,为什麽我怕他们亦都打我。 同时,我亦都感到,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后,心灵上亦都有痛苦的是什麽呢? 我感到很痛心,为什麽呢? 在大学里面,其实应该是可以包容不同的观点或者论点,为什麽会去到这样的情况呢? 所以,除了是惶恐之外,亦都感到很痛心。 陈伟强当时曾选择报警,但是学院领导和保安一直支支吾吾阻止他报警。 如果不是地铁在当晚九十亭运,陈伟强觉得自己可能晚上八十后都无法离开现场。 他事后已报警,并将这场经历形容为政治批斗。 陈伟强在课堂上清晰地表达了三点立场,即反对暴力,尊重法治,他是香港人,更是中国人。 他称,这些年轻人的目的在于杀鸡尽喉,让原本也想发表意见的老师不再发声。 陈伟强自认,他的性格是不会放弃重要的原则。 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有风骨和道德勇气,为社会敲响警钟。 捍卫自己相信的价值观,让学生知道对错。 自从发生了之后,没有停我的时事评论工作。 我认为要说的话,媒体访问我,我就会说,我自己在某份报纸,也有一个专栏,每天都写。 我每天想写的话,我都会去写,就不会因为发生这些事,就不去发表我自己爱国的言论。 我认为爱国这个是很理所当然。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教育工作者, 其实应该有一个道德的勇气,将社会不公义的事情就指出来。 比如这些暴力,其实就应该谴责。 如果没有人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就会扭曲。 陈伟强经常思考香港青年的问题,认为香港少数青年人缺乏家国情怀的国民教育和待人处事的道德教育。 香港社会存在的住房、就业、阶级晋升空间较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年轻人不满。 年轻人将不满的情绪简单化,落在非常表面的政治诉求当中。 示威者使用暴力时,沉默的大多数人没有明确谴责。 部分人产生羊群心理跟随示威者行事,逐渐变成支持街头暴力的黄思。 明明你可能没有那么黄思,但就因为身边的人他都要你黄。 你变了明明淺黄,你都慢慢会变心黄。 明明你不想去上街参加暴动,但是你慢慢都会参加暴动。 而且有一些人会以为在这些暴动里面就会拿到成功感。 因为他平常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或者事业里面拿不到成功感。 就以为参加这些可以拿到成功感。 因为成功感是假的。 结果他们就参与了。 然后就变了有时候是很疯狂和不合常性。 香港出身的陈伟强自言自己比起一般港人来说更爱国。 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他曾在英国担任中国历史系访问学者。 接触到了内地各省市的学者,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让他更认同中国人身份。 他表示自己在英国找寻教职期间,即便他更通晓中国历史,学校仍然会优先录用百种人。 这让他坚定了回到香港教书的信念。 回到香港教书已达20载,陈伟强一直希望能用中西文化课,让学生找到民族自信心。 如今,专上学院院长将陈伟强调离教学岗位,让他做校内行政及编撰教材等岗位,停止学生和他接触的机会。 陈伟强透露自己很喜欢教学,希望未来能回到教职,并说不想放弃和失去这一代年轻人,教育者不应该生学生的气,很愿意给予学生改过的机会。 现在的社会风波是短暂的,相信学生们会回归理性。 我并不是说很反对大学这个决定,但希望可以局势平定的时候,虽然环境是艰难,仍然希望可以面对学生,然后将爱国的思想透过我的科目,无论是文化科或历史科,可以教学生。 中文字幕彩нд